學生真相識的在說過 他們是要來用到結構 還要現場展出他們的成果 南道關鍵呼告有處基盤科學展覽 今年已經是第54次了 主要是要配合學生 學習科學研究的精神 讓學生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融入他們的循環 在哪兒展現的實驗展覽 那我們就要做今天所辦這個科展 可以說是年度的這個盛會之一 那我們非常期待 就有這個科展的舉行 同步的來提升我們縣內中小學 這個科學的知識跟水準 平時也很認真在聽學生的報告 以前要提出一些 和實驗有關的問題 學生看起來雖然很緊張 但是透過團隊的合作 也就是中平時提出的問題 一個一個說出改革的方法 我們經過這幾個月這樣 其實也算是還蠻辛苦的 然後我們也學到一些 就是課本上面沒有的知識 然後可以說 再來了解一些這些神態 這些環保 那其實因為這套 這套雨菜共生 它其實是沒有很多人都在做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把它推展出去 今天從會場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參賽的這個中小學的這個孩子們 都非常的用心 每個都是以這個非常 嚴謹的這種態度來面對 甚至在服裝上也都特別的下功夫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孩子在老師的指導底下 都非常的用心 這次的總共有120多人的作品餐廳 最後要選出6項來代表南道館 參加全國的科學電腦 處理表示每一家作品 雖然都用整個爪棒來電現 但是對參賽者來說 都是他們這幾個月以來的心會 希望透過平信的基督 可以拿相關來學生科學研究的追蹤 記者各位賣 彩虹報道